讓我們來歡迎桃園市的大園國民中學 來自屏東封港排灣族的桃園市 大園國中體育班的學生薛文文 上台接獲總統蔡英文 親自頒發的總統教育獎 他除了是田徑場上的常盛軍 更有著一份特殊的斜槓身份 就是化身歌子戲角色 跟母親同台標戲 隨著時代嘛 然後戲就越來越少 然後每個月大概就是 沒有固定的收入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品質 有些時候嘛 不一定有人 然後我就要下去 下去幫忙演技 然後那個時段 我可能就要請一個很長很長的假 就會影響到我的課業啊 或者是其他類的學習吧 從小跟著父母在戲棚底下討生活 雖然因此豐富了薛文文的人生飾演 但同時必須兼顧客業 千求跟歌子戲的她 也曾經累到吃不消 不過就是因為母親 常講的這段話 讓薛文文能夠重燃動力 她常講的那一句啊 今年總統教育獎得主有許多像薛文文一樣的學生 克服經濟家庭困境 為人生再創新的篇章 也有不少學生不應身體障礙 局限自我 反而以順處逆 展現堅韌的意志 我知道在人生和學習的道路上 各位真的花費了比別人更多的力氣 但是我相信各位一定也看到了比別人更美麗的風景 還有其他11位優秀的原住民學生 一同獲班今年總統教育獎殊榮 像是劉俊祥 孤雪鵬 林從佑 葉以興 胡興 吳秉申 胡昊 洪麗傑 林寶辰 簡林恩 以及陳茲瑩 都是不像命運低頭的最佳典範 原始新聞就是買許家榮台北市採訪報導